我们除了要送对方这个一个礼物是两颗蛋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份礼物 我们有个口号要送给大家 歌手2024欧美大开来席 确定歌手5人 剩余3人仍是悬念 歌手2024即将接到 我想和你唱 今年的我想和你唱热度不高 整体节目预热和网络上的媒体预热 网友关注度都不高 所以也是一档芒果和粉丝自娱自乐的节目 而歌手节目则不同 是当年芒果的王牌殷宗IP 2024年的重启 势必要在热度和节目的质量上再次提升 让第一季的歌手节目辉煌再现 当然节目在歌手 当打之年那一季收获差评不少 想要重新挽回节目在观众心中的巅峰印象 节目组还得下足了功夫 所以这一季之前一直曝光的 都是会有两位国际歌手 这种6加2的组合拳 不知道能否让今年的歌手话题量满满 在论坛上又有内部网友说 现阶段 节目组已经签下一位格莱美级别欧美大咖 这不禁让歌手这档节目的重启 充满了期待感 这位欧美大咖 不知道是不是之前曝光的打雷姐 如果是 打雷姐也不算是什么欧美大咖 至少她的个人的国民度还不够 如果不是那其他欧美大咖又会是谁 每每还是之前传言会参加浪姐的艾温 这些都更加不可能 所以欧美大咖应该是有的 只是成为了最终悬念 节目组肯定会最后曝光 从各种名单中可以看出 这档节目已经确认有五位歌手了 有前辈歌手纳英和周华健 还有中生代歌手汪苏龙 以及参加过生生不息的 单依纯和爱依良 这五位歌手应该就是最终确定的 那么剩下三位歌手将成为悬念 其中一位欧美大咖 还有一位或者是一组国际歌手 然后是一位内地或者港台歌手 之前的另一组国际歌手 是曝光的日本摇滚乐队 最后一位新生代 则可能是吴莫愁 还有网友说吴莫愁的IP在长沙 但不同时间段看到的不同 截图的时候是在北京 吴莫愁之前也参加了我们的歌 热度也是有的 虽然人气整体不高 但他的个人风格是很有竞技性的 可能这最后一位内地或者港台歌手 更偏向于新生代 也会偏向于炮灰身份 最终被淘汰掉 显然今年的歌手咖位是 划分明确的 前辈和中生代必然走到最后 剩下的都可能中间淘汰 然后出现一些大家期待的补位歌手 来踢馆换位成功 2024年 对于善依纯来说 注定是意义非凡的一年 因为在这一年 他将迎来一个至关重要的机遇 歌手 歌手这档音乐综艺 自诞生以来 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影响力 成为了众多歌手梦寐以求的舞台 它不仅仅是一个展示歌喉的平台 更是一个让歌手们实现音乐梦想 走向事业巅峰的跳板 从邓子齐到周深 无数优秀的歌手 都曾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成功 邓子齐 这位华语乐坛的天后级人物 当初正是凭借歌手这档节目 在内地彻底打开了市场 他的每一首歌曲 都如同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让人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而歌手则为他的音乐作品 提供了更广阔的传播平台 让更多的内地听众 都会欣赏到他的才华和魅力 邓子齐的成功 不仅仅是因为 他拥有出色的音乐才华 更是因为 他抓住了歌手这个难得的机遇 而周深 这位近年来在华语乐坛 已经站稳脚跟的唱将 也曾在歌手 当打之年的舞台上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虽然那一吉他未能成为歌王 但他的收益却是极高的 通过歌手的舞台 周深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 他的音乐才华和独特的嗓音 他的《达拉崩巴》 《monsters》等歌曲 不仅成为了热门单曲 更让他成为了 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歌手 周深的成功 同样离不开 歌手这个舞台的助力 如今 成功的机会 似乎轮到了单依纯 作为内地年轻一代 女歌手中的佼佼者 单依纯已经展现出了 不俗的实力和潜力 他的歌声既有力量 又不是温柔 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风格的音乐作品 目前《单依纯》擅长的弱混 恰好是当下主流受众最喜欢的音乐风格 而歌手这个舞台 正是他展现自己才华 实现音乐梦想的绝佳机会 首先 歌手的影响力非常大 覆盖了中老年群体 更容易让歌手出圈 对于单依纯来说 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 可以让他的音乐作品 被更多人所熟知和喜爱 在这样一个充满竞争力的舞台上 单依纯如果能够发挥出 自己的最佳水平 必将引起广大观众的 关注和喜爱 其次 歌手的选曲更加自由 相对来说 会更容易出爆款一些 这意味着 单依纯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歌曲进行演唱 也更容易创作出 符合大众口味的作品 他的音乐才华和创作能力 将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也更容易赢得 观众的喜爱和认可 此外 歌手的竞争性更强 对于从中国好声音 突破重围的歌手 单依纯来说 并不需竞技 他有着丰富的比赛经验 和出色的演唱实力 能够在高压的比赛环境中 保持冷静和自信 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 在与其他优秀歌手的经济中 单依纯不仅能够锻炼自己的演唱能力 还能够学习借鉴其他歌手的优点和经验 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音乐水平 目前来看 单依纯参加歌手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主要是现如今华语乐坛新生代歌手 可供选择的年轻一代常住嘉宾并没有那么多 单依纯似乎已经成为了唯一选择 这一切的前提 其实都取决于单依纯最终能否参加歌手2024 随着音乐竞技节目 歌手2024的即将到来 全新的嘉宾阵容 引起了广大乐迷和媒体的热烈关注 这一季的参赛阵容堪称星光异议 不仅有资深的实力派唱将 也有新进的音乐新星 预示着一场视听盛宴即将展开 纳英作为内地乐坛的重量级人物 她以独特的音色 深情的演绎 以及多年的舞台经验积累了大量的粉丝 纳英在90年代初 便开始活跃在音乐界 凭借一系列快智人口的歌曲成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她的歌声中蕴含着力量与情感 每一次演出都能深深打动人心 这次 纳英不仅以歌手身份参与歌手2024 更将以导师的角色出现 为年轻的音乐人提供指导和支持 尤其对于同台的窦镜彤来说 纳英的经验无疑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林佑嘉则是台湾乐坛的佼佼者 自选秀节目出道以来 以其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和精湛的演唱技巧 赢得了众多乐迷的喜爱 她擅长将情感融入歌曲之中 让听众感受到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情绪 她的加入 无疑为歌手2024增添了一抹深情的色彩 单依纯是近年来迅速崛起的新生代歌手 她清新脱俗的声音和青春活力的形象 让她成为了各大综艺节目争相邀请的对象 单依纯通过浙江卫视的平台展露头角 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连续推出多首热门单曲 人气急剧攀升 她在年轻群体中拥有极高的人气 其参与歌手2024的消息已经公布 就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和期待 窦静童 王菲的女儿 自小就展现出对音乐的热爱和天赋 她继承了母亲的音乐才华 以独立音乐人的身份进入乐坛 用自己特有的音乐风格和态度 证明着自己的实力 尽管年纪轻轻 但她的音乐作品已经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认可 李一珍则以其混血的独特外貌 和多元化的音乐才能受到关注 作为美极含义的女歌手兼演员 李一珍在多个领域都有所涉猎 展现了她多才多艺的一面 她的音乐融合了多种文化元素 带给听众全新的听觉体验 而来自日本的One OK Rock则 以其充满活力的现场表演和励志的歌词 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庞大的粉丝群体 乐队自成立以来 始终坚持自己的音乐理念 用音乐传递正能量 激励了无数年轻人去追逐梦想 他们的加盟为歌手2024 带来了国际视野和摇滚精神 歌手2024的舞台注定不平凡 每一位嘉宾都带着自己的故事和音乐梦想 来到这个平台 从《纳英》的深情款款 到林佑佳的细腻表达 从《善依纯》的青春洋溢 到《斗晋彤》的个性鲜明 再到李义珍的多元文化交融 以及One OK Rock的热血摇滚 每一位歌手都将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音乐 展现自我 观众们翘首以待 期望在这一季的歌手2024中 看到更多惊喜和感动 无论是老将还是新秀 他们所带来的每一次演出 都将成为观众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音乐是连接每个人心灵的桥梁 无论语言和文化背景如何不同 音乐的力量总能跨越一切障碍 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歌手2024不仅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次音乐的盛会 一次文化的碰撞 一次心与心的交流 随着节目的临近 各种猜测和讨论在网络上愈演愈烈 粉丝们纷纷为自己支持的歌手 打扣 社交平台上充斥着对节目的期待和讨论 歌手2024还未开播 就已经成为了热门话题 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和创造力的舞台上 每一位歌手都有机会展现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也都有可能成为那个引领潮流的音乐先锋 歌手2024不仅是一场比赛 更是一次音乐人的聚会 他们将在这里交流 学习 成长 共同推动音乐的进步和发展 随着节目的深入 我们还将看到更多精彩的合作和对决 歌手们将如何在舞台上互相激发潜力 又将如何用自己的音乐打动人心 这一切都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歌手2024的舞台上 每一位参赛者都将成为音乐的使者 用他们的歌声讲述属于自己的故事 传递音乐的力量 让我们共同期待这场音乐盛宴的到来 一起见证音乐的魅力和歌手们的风采 感谢观看